让人记忆江山北望 勇气全马 长思前几乎不爽 心思黄 河水茫茫 暗时连综 更见谁能相当 有人舍身取义 有人终之不二 有人接歌铁马 有人笔墨春秋 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我都是心潮澎湃的 作为国家一级演员的老牌歌手 有着堪比纳英地位的图鸿刚 前途一片光明 本以为他能更上一层楼的时候 却没想到私生活 让他从天堂掉到了地狱 给妻子买车 却让亲生儿子辍学 靠网贷生活 这背后原因又是为何 今天就带大家了解图鸿刚的传奇故事 图鸿刚 别名刚子 1985年出生在北京 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可以说在母亲的影响下 他爱上了艺术 他的母亲叫做胡言生 是一个著名的歌唱家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这个名字 但是说出他的代表作 九九艳阳天 就肯定会发出一声惊叹 哦 原来是他呀 可能这就是所谓的歌红 人不红的 在图鸿刚出生之后 胡言生对他的要求就很严格 虽然图鸿刚很有表演的天赋 但是他的学习却是不忍之事的 在图鸿刚小时候就很喜欢唱歌 而且还十分的有天赋 但是在那个年代 是名歌跟戏曲的天下 所以在他小的时候都是听戏曲的 因为学习不好 所以胡言生就让图鸿刚 在11岁的时候 报考中国戏剧学院 京剧表演专业 在那时候的图鸿刚 也没有让母亲失望 凭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戏曲学院 也是在那个时候 图鸿刚就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偶像 西楚霸王 一直到七十年代末 也就是1978年 港台的流行歌曲才流传到内地 那时候正是邓丽君的天下 从小就有艺术细胞的图鸿刚 被流行歌曲吸引了 他迷恋上了邓丽君 经常就拿着录音机跟着哼唱学习唱歌 还拉上自己的同学搞了个组合 他并不是单纯的玩玩图个新鲜 他自己编词编曲然后唱 有时候学校有活动演出 就带着自己的原创歌曲参赛 久而久之也就成为了学校的小红人 85年的时候 从学校毕业的图鸿刚 进入了中国铁路文工团 那一年他才真正开启唱歌生涯 跟着团参加全国的巡回演出 但这并不是图鸿刚的最终归属 在88年的时候也参加了清歌赛 在五万人中脱颖而出 这算是他成功的第一步 因为之前学过七年的戏曲 所以为他以后的歌唱事 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母亲的教导下 图鸿刚静下心 磨练自己的唱功 慢慢的就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领域 本来可以早一点在乐坛 有一席之地的他 却选择了下海经商 成为了国内第一个下海的歌手 他做过餐饮 干过美发 开过夜总会 从图鸿刚变成了图总 但是经商并不是这么简单的 虽然你唱歌有天赋 但不代表做生意也有 一直到输得一塌糊涂 图鸿刚才老老实实回来唱歌 一开始图鸿刚签约公司 但是他强大的野心 不允许他为别人干活 于是在94年的时候 组建了自己的文化公司 后来也就有了 红遍世界的经典歌曲 霸王别姬 之后他乘胜追击 发行了中国功夫 对酒当歌等一系列 筷子人口的歌曲 他的声音一出 就有一种千军万马的感觉 独特的嗓音 直接让他奠定了 在乐坛的位置 经历过失败也上过巅峰 图鸿刚的一生大起大落的 他的感情也是十分的坎坷 一直到40岁 才拥有稳定的家庭和幸福 第一段感情是在图鸿刚 21岁的时候 那时候的图鸿刚 还是跟随团队演出的毛头小子 在去美国演出的时候 认识了第一任妻子戴希 那时候戴希才19岁 长得实在太漂亮 图鸿刚就对戴希产生了感情 为了能追到戴希 图鸿刚想尽了办法 那时候没有钱怎么办 问别人借钱给戴希买礼物 终于靠着自己的不懈努力 追到了戴希 两个年轻人迅速结婚领证 但是图鸿刚却要回国发展 而那时候戴希已经怀孕了 忙着事业的图鸿刚 根本没空陪着戴希 最终戴希实在忍受不了 就选择离婚 儿子就是现在靠着贷款生活的儿子 第二段感情是在1994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 图鸿刚遇见了 比自己大十岁的演员方叔 两人也是一见钟情 但是方叔那个时候是有老公的 为了跟图鸿刚在一起 甚至不惜和自己的老公离婚 在离婚没多久 就跟图鸿刚结婚了 不得不说 这速度是真的快 那时候的图鸿刚已经27岁了 但是玩心仍然很重 虽然结婚了 但是丝毫没有把家放在心上 不是吵架就是冷战 单纯的方叔以为没有孩子 才导致关系这么僵硬 于是他退出了娱乐圈 冒着生命危险给图鸿刚生了女儿 为啥说冒着生命危险呢 因为那时候的方叔年龄已经很大了 众所周知 高龄产妇的危险多大 给图鸿刚生个女儿之后 结果他还是不顾家庭 最后苦得无疑还是方叔 在2002年的时候 两人选择了离婚 在04年的时候 图鸿刚再一次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他在机缘巧合下认识了小月 这个小月呢 之前也有一段婚姻 还带着一个儿子 可是图鸿刚并没有嫌弃 可能经历了那么多 才知道家的重要 所以图鸿刚不仅不嫌弃 反而对小月 对这个妓子特别好 好到什么程度呢 又是给他买房子 又是给他买豪车 甚至把妓子送出国留学 而亲生儿子呢 不仅没有帮他出学费 反而要求图瑞宝 主动放弃学业 这都是在采访中 他的儿子亲口说的 虽然听起来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图瑞宝 敢在镜头面前说出这些事情 就证明这件事情 有一定的真实性 图鸿刚现在的发展比较稳定了 却连学费都不舍得给亲儿子掏 反而镜子的日子 过得有辞有味的 这亲生儿子的身份 似乎调换过来了 不过也是能理解 图鸿刚是一个顾全大局的人 在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 他明白现在的妻子 是最有可能和自己白头到老的人 所以他宁愿牺牲自己亲生女儿 来换取现在家庭的幸福 毕竟亲生儿女有血缘关系 无论怎么样都不能被割舍 而镜子就不同了 所以这也就是 为什么对待亲生儿子这么残忍吧 所有感情都可以被消耗 包括亲情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锁定乐谈名人 带你了解不一样的人生 我们下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